高宏安任職立委期間 涉虛報助理費 涉犯貪污還有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兩罪 一審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出爐 高宏安跟三位助理 一共詐領123128元 光是高宏安就詐得11.6萬 貪污重判7年4個月 恥多公權4年 現任新竹市長職務已停職 由副市長代理 而高宏安他以前所未見 表達不滿 將再提上訴 並退出民眾黨 高宏安涉嫌诈領助理費用 北院一審依照貪污 利用職務機會詐取錢財罪 重判7年4個月 恥多公權4年 重重依照職務機會 詐取財務罪來除斷 高宏安的部分是判處 有期徒刑7年4月 恥多公權4年 高宏安無法接受法官判決 前所未見 針對一審的判決 我絕對會提出上訴 即刻退出台灣民眾黨 貪污判刑 高宏安現任新竹市長職務 立刻停職 由副市長代理 初吼小兔的前國會辦公室 行政主任黃慧文 手裡的小兔賬本 詳列包括鮮奶茶 洗頭費 甚至是送給中研院院長的洪生 法官整理之後認定 其中123128元是犯罪所得 而且法官細項算出 其中11.6萬是高宏安涉探的部分 其他三位助理 從幾百塊到幾千塊不等 雖然被判了刑 但都獲得緩刑處分 案件爆發 新政主任黃慧文 才是關鍵證人 指稱所有助理費 都是高宏安拍板繳回金額 雖然會給獎金 但高宏安是看心情給 拿助理來炸零的事件爆發後 還找他串供 教他說 這些錢就是助理樂捐的零用金 高宏安的男朋友李仲廷 甚至叫他刪除 跟高宏安的對話記錄 法庭上他直言 高宏安做人失敗 所以他決定 實話實說 聽完判決 陳煥宇一句話都不說 但法庭上他也證實 高宏安要求他把手機銷毀 刪除電腦檔案 法官言辭批評 認為高宏安身居立委要職 應該連結自持 居然詐領助理費 敗壞關真 眾判以謹效尤 記者李維斯宗林 台北報導 大 的 一 我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梵